大家好我是Jack 我今天做的是豬柳漢堡 看看材料 整日吃漢堡包 今天就想吃下豬柳漢堡 做法好簡單 剪開條鮮豬肉腸 拿走陳皮 然後就可以把它拆成一塊肉餅 然後在表面撒少許粟粉 燒熱鑊就可以直接放入鑊煎 不用加油 鮮肉腸內包含豬油 所以當你煎的時候 油就會被迫出來 用中火每邊煎大約4-5分鐘 視乎厚度 按下豬柳 如果它有回彈的話 就表示已經熟 剩下的油還可以用來炒蛋 還可以用來炒蛋 然後就可以再熱一塊鬆餅 就是這麼簡單 駕鮮芝士 放一塊豬柳上去 搞定 在炒蛋上再加少許杯酥 漂亮 一個人不知道吃什麼好 不如煮個豬柳漢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和分享 謝謝 拜拜